我们曾网上买的三角煤,收到以后应该怎样上盘呢? 原来的盆土如果是使用纯的田园土栽培的,需不需要给它洗干上盘呢? 三角煤使用纯的营养土或者是一探土栽培可以吗? 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盖花卉 有很多的花友曾网上购买三角煤,收到以后不知道怎么处理 也不知道后期应该怎样养护,需不需要控水和怎样施肥 如果是处理不当,很容易引起三角煤的死亡或者是加苗 接下来呢,我就讲一下网购的三角煤收到以后处理的方法 当我们收到以后,需要尽快地打开包装给它通风透气 然后轻轻地按压一下已经生动的盆土 因为它们在快递的过程中经常会被扔来扔去 很容易导致盆土和根系分离 然后最好是把昙花和过长的枝条给它剪掉 这样就会避免养分的消耗 也会锁短缓灭的时间和提高成活率 最后,不管它的盆土是否缺水都需要给它浇一次透水 后期呢,把它放在通风好,有伞生过的位置养护就可以了 等两三天以后,就可以逐渐地给它增加光照 等到它在太阳下叶子不发软,就可以给它换盆了 但是我们刚刚买回来的三角煤 有可能会遇到像这一种使用田园土栽培的 碰到像这种三角煤,有的怀疑就特别的纠结 有的会选择给它洗根 也就是把它的泥土全部给它洗掉后裸干上盆 因为如果是带着这些黄泥给它上盆的话 会担心它的根系不透气,生长不出来 也担心后期是否开花 其实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我们现在就用刀划破这个花盆 来看一下它的根系到底是怎样的 看一下它的根系特别的发达 像这种苗呢,从千叉到生根 它一直都是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 不同于那一种后期包上去的 如果是在出售时 为了保证花卉不脱水,后期包上去的泥土 那么不管是什么花卉 我们收到以后都需要给它洗根 或者是把泥土给它泡掉 不然的话,那个泥疙瘩既不透水也不透气 后期呢,很难成活 但是像这一种,从小苗或者是千叉的时候 一直都是在同一个环境下生长的 完全没有必要给它洗根 或者是裸根上盆 如果你实在是想给它换一下土壤的话 也可以把没有根系 或者是根系比较少一点的位置 像这样给它去掉一部分 在给它去掉这些土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不要让它的土球松散 更不能伤到它的主根 像这些毛细根比较少一点的位置 给它去掉也可以 但是下面那些粗的根千万不要动到它 如果是没有把握的话 就不要盲目地去土 就这样原土栽下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根系已经是在外面了 如果是给它画了新土 它的根还容易长到新土里面 那么后期使用什么样的土壤栽培 才更有利于它的开花呢 有的话有问使用纯的泥碳土 或者是营养土栽培行不行呢 根据我自己的养殖经验感觉 如果是全部使用这种泥碳土和营养土栽培的话 它的缺点 一个是感觉到头重脚轻 遇到大风的天气 很容易把花盆给它吹倒 再一个是感觉它的根系 贴合力不够 很容易松散 所以最好是用五份的泥碳土 或者是营养土 再加三份的田园土 再加一份的羊粪 或者是其他的油脊肥 最后的一份是用核砂 或者是珍珠盐 当碰到这些根系的时候 就要小心了 千万不要把它去掉 保留这么大的土球给它重新上盆 完全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看一下像这些蓄根 全部都是从主干上面长出来的 像这一些给它动过的土球 给它上盆以后 一定要给它修剪以后重新上盆 然后浇透水放在阴凉处养护 在一周的时间内 不要见直射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特别感谢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